你想知道怎么样记住一副打乱顺序的普克牌吗 现在我就会告诉你们这项快速又神奇的记忆技巧 在世界记忆锦标赛中 有一项比赛是记住一副打乱顺序的普克牌 经过图像记忆训练 谁都可以在60秒之内记住52张普克牌被刻意打乱的顺序 记住一副乱顺的普克牌是一项挑战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图像记忆技巧来达成 我先简略的说明一下步骤 第一,运用栓钉法或是记忆供电 这是同一类的图像记忆技巧 先在脑海中建立一套有52个具体物件的栓钉或是记忆供电 第二,将每一张普克牌转换成一个独特的图像 这个转换是很个人化的 没有标准答案 依据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发挥自由联想的能力 例如将黑桃A想象成一个黑色水蜜桃 黑桃2是黑天鹅 黑桃3是黑色衣服 最后的黑桃K是黑色的国王 以此类推 将红星、梅花、方块的普克牌 也一一转换成个人化的独特图像 第三,在栓钉上或记忆供电中放置这些图像 发挥你的想象力 将第一张普克牌的图像放在第一个栓钉上 或是记忆供电的第一件物品上 以此类推 依照你拿到的52张普克牌的顺序 在脑海中一一放置在52个物件上 第四,在脑海中依序回想所有的图像 依照栓钉的顺序或是记忆供电中的物件顺序 一一回想上面分别放置了什么图像 误息一次所有的顺序 第五,重现普克牌的顺序 当你需要回忆普克牌的顺序时 只需要在脑海中按照栓钉法 或是记忆供电的顺序回忆 并且依序将每个图像还原回普克牌花色即可 这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练习的 随着熟练度增加 你的记忆时间与回忆时间都会越短 也就是说记忆速度与回忆速度就越快 记忆普克牌的顺序只是一项自我挑战的游戏 如果你对其他更多快速又有逻辑的图像记忆技巧有兴趣 欢迎你来看看我写的书 心智图高分读书法 记忆普克牌的顺序也是目前世界记忆锦标赛中的其中一项关卡 目前有两个世界记忆锦标赛 现在来说说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记忆锦标赛背后的小故事 首先是被称为大脑先生 也是新智图发明人Tony Buzan 与伙伴Ray King 共同创立世界记忆运动理事会 WMSC 他们在1991年举办了第一届世界记忆锦标赛 拿下第一届世界记忆总冠军的人士 英国人多明尼克 欧布莱恩 从1991年到2002年之间 多明尼克总共获得八个冠军 两个亚军 是金氏世界记录的记忆冠军 后来在2016年 几位拿过WMSC的记忆冠军 自己另外筹主了国际记忆协会IAM 从2017年开始 世界记忆运动理事会WMSC 与国际记忆协会IAM 就分别举办了自己的世界记忆锦标赛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 从2020年到2023年 IAM就因为新冠疫情而停办了世界记忆锦标赛 所以目前IAM的世界记忆冠军记录 停留在2019年第三届的意大利人 安德利亚穆伊 另一个WMSC举办的 2023年第32届世界记忆锦标赛 最新的世界记忆冠军 是蒙古国的特姆恩·塔米尔 这些世界记忆冠军 都用大量的练习来训练自己的图像记忆能力 证明了大脑的能力是可以被训练 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潜能的 我是台湾学习利益训练师 演示新制图天后 吴雅如 我们下次见 拜拜